中华文化包罗万象博大金深 在历史的长河中 具有开放性的中华文化 在大规模文化输出的同时 也大规模的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 使自身不断的丰富起来 获得了鲜活和强大的生命力 实现了中西文明的和谐共生 近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 历史文化学者 研究员武斌接受了中西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解读了千年前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 并实现中西文明的和谐共生 在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当中 中华文明走进了世界 成为世界文明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世界性价值 武斌表示 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国力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 出现过几次非常耀眼的传播高潮 这几次文化传播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 疆域广大 威力远备和平发展的时期 而这当中有三个巨大的动力 中华文明的丰富性 现进性和开放性 就是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实现于其他文明和谐共生的重要的动力 中华文化以自己的光辉辐射四方 通过种种直接的和间接的途径 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 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变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中华文化传播到域外 为其他民族接受并经过创造性的转化 进而成为他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这个中华文明的这种先进的 丰富的这个文化形态 被人们逐渐所认知所了解 然后呢通过他们的文化眼光 按照他们民族文化的接受习惯 接受和改造 变成他们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讲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 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个互相的过程 就是一个是传播的过程 一个是接受的过程 接受的过程呢 也包括理解和再创造再认识的过程 被欧洲启蒙思想家 看作理性之光的中华文化 是如何通过启蒙运动 参与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 武斌认为 中华文化的传播是持续和广泛的 也正是因此 欧洲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家 都在中华文化中吸取了智慧 所以他们在这个 孔子的儒家思想当中 就发现了很多 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所以像福尔泰 像莱布尼茨 像狄德罗 包括英国的休默 就这些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 都把眼光投入到东方 希望从东方 从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 吸取他们的智慧 这些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家 都在这些启蒙运动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K